主席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沈記長跟主席長 沈記長 主席長請 蚊元昭 蚊元昭 兩位所長 早 時間關係直接開始 來 沈記長 華氏 上一次那筆爛賬 現在進度如何 是的 跟委員報告 目前他是委託會計師在簽 還沒有完全清出來 清出一部分 我們一直在追他的進度 但是 什麼時候會出來 因為他這裡面 我先問你一個具體的 華氏說要成立專案小組成立了沒有 他是委託會計師來做一個專案查核 所以他的所謂的調查小組就是你講的會計師嗎 是會計師來負責清查核 所以開始做這件事情了 沒有 你現在講的我都會記得啦 我到時候還是會去追文化部 我說過 我的個性是 我要不然就不開始問 我只要開始追的事情 沒有水落石出以前我絕對不會停止 那我現在問沈記長的事情是 站在沈記部的立場 就有關於華氏這一筆四五千萬的爛賬 是不是就等會計師的結果出來 那如果文化部或者是華氏擺爛的話 沈記部要怎麼辦 各位你們報告 這個我們追到一個最新的訴訟 就是在10月17號 他有在達戶 那麼這個部分包括說 除了委託新會計師以外 原來會計師簽證 事實上這個已經是一個重大事項 沒有啦你現在只要告訴我 報告什麼時候出來 那麼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請他 隨時把他的清查情況 再通知我們 那麼到目前為主 不是啦我問了好幾次 你講來講去都是一樣的內容在繞 那已經清出來的齁 已經清出來的就是說 有1900這個04萬 那麼還有這個4000多萬 那麼目前還在繼續在清查中 沒有我只現在要一個時間 調查報告什麼時候出來 因為跟你們報告 就是他們本身在清查 我們隨時追他最新進度 有這個主要他一清查 所以如果今天公事也好 文化部也好 就這件事情想要擺爛下去 審計部束手無策嗎 我們不會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事實上 我們揭露以後 監察院也介入調查 目前已經立案在調查中 我想再透過這個大院 監察院本部商管旗下 那會讓他們來加快 你可不可以最起碼承諾一件事 你那邊得到任何的資訊 隨時把資料提供給我 可以 可以齁 只要你沒有提供給我 我就當做你這件事情沒有進度 好 謝謝 審計的功能 除了合法性 市政性以外 合法性我剛剛就是在講華視的事情 已經讓大家失望透頂了 這個事情最起碼我追了半年以上 到現在還在調查 這麼簡單的一筆帳 都可以查半年以上沒有結果 我們大家會對於審計部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們的表現也受大家的檢驗 合法性是審計層次最低的調查 現在我來講績效審計 你們現在就績效審計 各部會主管績效評比出來了以後 你們每年決算報告會有大大一本 有綠燈 黃燈 紅燈 然後各個專案 你們也會有考評 有夾等 夷等 平等這樣下去 好 那這個結果出來 所產生的實際的效應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我被你打紅燈也好啦 被你平等也好啦 說話實際的效應是什麼 我想這裡面包括好的 有一個表揚 那不好的部分 有一個懲處的效果 那本部在這個總結審計的報告 也把這個前三名後三名把它揭露出來 我想這個能夠督促他們 要這個加快腳步 不要再換相同的錯誤 你剛剛講的全部都很空嘛 現在我在講說具體的效果是什麼嘛 所謂具體的效果好 你說不好的 有懲處嘛 以後你做出來的 績效審計 連結到哪些人的懲處 連結到哪些人的考評 可不可以一併提供 要不然我沒有辦法評估 審計部一年花這麼多錢 你們做得很辛苦 那評出來的效果是大家看一看 笑一笑罵兩天 沒有任何實際的效果 你覺得你審計部的績效審計 有任何意義嗎 如果沒任何意義的話 我們花這個錢去做這件事幹嘛 剛剛我問的那個問題 你能不能夠承諾以後 在做績效審計的時候 最後產生的具體效果是什麼 譬如說針對哪一個施政計畫 預算在編列的時候被刪多少 有哪些人被懲處 有哪些人的考基因此受影響 可不可以一併列出來 在我們的選合報告每年 我們追究的這些責任 包括處分的 包括移送監察院 包括監察院糾正的 或是行政處分 我們都有把它揭露 那將來怎麼樣再 把這些關聯性在 把你的標準非常的低嘛 啊我就簡單給你看嘛 我歷年公務人員的考基 大概都長這樣嘛 啊平等的 百分之零點一點多 百分之零點一點多 啊我不知道他們最後的這個啦 跟你們的審計啊 是不是有連結在一起啊 平等的這麼少啊 優秀的公務人員獎勵 我百分之一百支持 百分之一百贊成 但是你如果在一個僵化的體系當中 做不好的人 出差錯的人 執行績效很糟糕的 沒有負面效果的話 那你怎麼樣獎勵大家 鼓勵大家 入力從攻 而不是在單位上面擺爛 你回去考慮一下啦 以後你們的績效評比 如何有牙齒 如何有牙齒 我下一次的時候 我先讓審計長回去考慮 我下一次的時候再進一步請教你 來 環境審計的具體內容 跟執行效果 今天在你的施政報告有提 你們現在就環境審計的部分 做了哪些事情 跟委員報告 這麼在環境審計事實上 也是一個全球各方重視 包括這個 這個我知道啦 當然是 我們在10年前就有成立 這個審計部有一個永續 具體做了什麼 那麼我們每年的審計結果 這個審計意見 那我們在總監審計報告 後面有一個專章 有一個專章就是來揭露 我們在環境審計這一塊 永續發展審計 最後我們發現的一些重要事項 包括導盛各機關切輸 或是督促他們來加快執行 甚至有未盡職責效能過低了 那麼我們除了在各部會表達以外 我們在最後有一個專章來表達 好所以齁 在環境審計 包括了 Financial Compliance 跟Performance 這三項 在剛剛你講的那個專章裡面都有嘛 對 然後這個專章是不是 也在審計部的網站上面完整揭露 在選合報告後面有一個專章 你可不可以承諾啊 把你環境審計的結果 都在審計部的網站上面完整揭露 上面有 這個是澳洲 他們所揭露的環境審計的內容 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之前沒有看到 我也沒有找到 但是今天審計長跟我說你們都已經有揭露 在網站上面也有 沒有關係 我今天結束回去以後 我馬上來看 然後再看你們做的結果 跟國際上面大家共同承認的標準 做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是你們審計部啊 國外旅費的運用 去參加了很多會議 然後有一些 你們說你們去了這些地方 我也沒有看到你們的報告 那我要去變遷請你提供考察報告 到現在也沒提供 這個考察報告我們都會放在行政院的一個網站 在三個月內 我們會掛在這個行政院 全國的這個出國報告 所以我現在找不到的是 時間還沒到的關係嗎 在三個月 三個月要提出報告 我現在只拜託審計部做表率 做一件事就好了 各個公務預算的支出 要去做績效審計嘛 你們自己的出國 回來以後的報告 你們可不可以自己做自己的績效審計 你們的報告我都有看 但是我看完了以後 我只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這些報告到底促成了 我國的審計作業 有什麼具體的改革 我只問這件事情 你們有很多寫的是十幾年前 人家早就提出來的觀念 我看完了以後我想說我的天啊 我現在上網站吸收的資訊 可能比你看這個報告的結論 還要來的具體 審計長你可不可以承諾說 以後你們自己出去的這個報告 你們自己做績效審計 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審計業務在這裡 變化非常大 改進非常大 這個我了解啊 你們要去汲取薪資 出國出國 你們要去汲取薪資 這個我都支持啦 你們2016年 在裡面寫的環境審計的東西 我隨便上網看 裡面的資訊 比你們的報告都還要多 沒有關係啊 時間的關係 最後我問組記長 來 軍公教 三節未聞金 預算裡面有 院長宣誓說不要 現在你們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對如果說是最後大院把它刪掉的話 我們就會去投訴處理 行政院的立場是什麼 是要還是不要 我們原則上是 那個退休月手頭 兩萬五以下的 我們才會發放 為什麼是兩萬五 我們覺得是跟那個說弱勢的一些退休公務員 弱勢的標準是兩萬五 基準從哪裡來的 我們現在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的標準是多少 兩萬五的數字哪裡來的 還是就是言前例 過去的舊的政府 就有關於年終慰問金 是兩萬五 所以新的政府 就繼續兩萬五下來 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 兩萬五的話那個 中低收入戶的 在某些大概是接近那個 是嗎 我總質詢的時候 總質詢的時候 這件事情我已經提出來問了 你回去再查一下 看哪一個中低收入戶標準是兩萬五的 沒有大概是接近 接近 多少錢嗎 那個不同的那個縣市是不一樣的 沒有關係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最高的是多少錢嗎 最高的是台北市 大概是 大概 每人大概是一萬八吧 所以我在問嘛 我現在這預算先不管嘛 你兩萬五的基準從哪裡來的嗎 政府的施政 要有理性的基礎嗎 是的 好那我現在只很簡單的請教主記長啊 你這個基準的 理性的基礎 理性的基礎在哪裡 因為我想了很久啊 我想不懂啦 除了消歸潮水 繼續延續舊的政府 過去錯誤的政策以外 我想不出來你們這個基準 理性的基礎在哪裡啊 現在時間到了 不過這個問題還沒結束啊 麻煩主記長也好 事後補提一個說明給我 請問兩萬五的理性基礎何在 讓我知道一下 那個是人事總處所定的 謝謝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要提報告 也應該請人事總處嘛 沒有我會請他們提供 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煩主記長 告訴人事總處 請他們告訴我們 他的理性基礎在哪裡 這樣好不好 好謝謝主記長 謝謝 好謝謝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余婉如委員諮詢